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到了科学新知的时间 今天很多事宣布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在筹备网聚 很小型的网聚 大家不要蜂蜂 因为时间闯处 空洶过来我搞不定 但我们预计大约10或12个左右 所以大家很有兴趣才报名 地点未定 但我应该找到地点 但时间大应该是下周三的晚上8点 时间也不能太晚 因为我们要回来做节目 或者先做节目 不要理他 总之地点未定 费用未定 但费用不会太高 因为那天吃饭是次要 最主要大家可以见面交流 所以如果大家要报名 麻烦你去科学新知的Facebook群组 如果你有Facebook的话 现在只剩下我们的叔叔才用Facebook 去找科学新知的Page 里面就发出一个信息 就说我们有兴趣参与 下周三 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是12月7日 晚上我们的科学新知的小小聚会 人小小的只是 但人小小才聊天 想到以后再有机会再搞 因为如果搞大了 最后有很少人 我会会遇到的 不是遇到的问题 令到浪费了地方和浪费了些钱 现在我还有一个聚集限制 所以先搞一点点 大家先联谊一下 好 如果大家很有心 就麻烦去科学新知的Facebook 科学新知的Facebook 发送信息 表达你的意愿 你不用担心 钱和地方的问题 应该不是太贵 大家应该下方到的 大家就一人夹少了 夹少了 今天我们讲的题目相当多 大家知道 最近太空方面的新闻相当多 例如我这两天看新闻 我们最关心的新闻 是没有蝙蝠 反而神舟15号升空 大浪大鼓 折薄 但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兴趣 我会这样说 自从11月中 将美国Artemis的火箭 准备重新将美国人 再登月计划的太空船 已经发射之后 我会觉得是再次进入 太空探索的新竞赛时代 所以看这个问题 就不只是看神州不神州 神州当然值得看 但是你说 如果由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 整个人类的太空竞赛 似乎我们又回复到 五六十年前的激烈程度 就是说我们会不会 在一个十年左右的时间 甚至更加短 再次看到有太空人上月亮 而今次不只是上去插枝旗就算了 而是在上面建一间屋 有个基地 就可以长期逗留 究竟哪个国家先开始呢 所以看你捧哪队 我觉得除了看中国的太空计划 看美国的太空计划 那已经去到我目睹太阳神登月计划 就是整个香港报道的情况 虽然你刚才说 现在太空竞赛是重燃的 但跟当时的注意力相比 是完全没得比的 现在似乎你很专业地 才知道大家在逗什么 太空站不是太空站的问题 现在每个人都争上月球 以前是在说哪个真的先去到 现在你又知道哪个已经去过 然后又好像再去 但再去再多些什么呢 我就觉得今次可以大家留意 就是未来十年时间 哪个先去到那里建一间屋 这个工程本身是很巨大的 譬如我们之前介绍过 Artemis 1号 有一宗新闻也是相当新鲜的 就是Orion 这个太空船 就说它现在去到的是什么呢 在跟月球之间有一个中间点 这个形容对不对 也算是 它现在说Hits Halfway Point 但这个中间点 会否有些一语相关 再说其他东西 你认为是近距离上的中间点 亦是它的工序上去到中间点 这里我自己都未看得很清楚 但它现在标的新闻 意义在哪里呢 就是要大家留意看下半场 但这个是否与未来载人计划有关系 一定有 这里又要给大家参考 它预期整个工程任务 扔了太空船上去 去到月亮那里 转几个圈 然后再回来 这样为止全程 它就预二十六天 搞定 有什么东瓜豆腐 就可能要预最长三十多天 现在预期的二十六天之中的 第二十三天 原来整个计划已经去到一半 即是二十六天入行十三天 这样的意思 对应的是什么呢 即是你已经去到目的地 差在返回程那些事未做 你会看到同一时间相关报道 就是太空船已经去到地球最远的位置 已经去到月亮 抛到最远的位置 但去到最远的位置 你便去到终点 接着要跑来回 去到终点位置再回来 所以现在去到单程 还有单程未回 所以为何它说去到一半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我们以前有过这些飞船 都去到太阳系 为何要用计计这个方法去到最远 对了 这就是 我初时看了 我觉得有什么那么厉害 我们曾经那些航行者 去得更远的那些 去到已经是 会否离开了太阳系 或者是太阳系的边缘 我们是有这些太空船 亦都在那里 在太阳系的边缘拍了一些 发的讯号 拍了一些照片 但问题是那些装置机器 是不载人的 它原先设计时也不载人的 但今次这一架太空船 它也没有载人 但它是一架 准备好载人的太空船 所以如果上面有人 这架太空船 将会成为一个 能够将地球人送到 离开地球最远的一个装置 而现在这个装置 应该暂时验证了 就是它将会成功 有能力将人类摆到 一个已知同类型机器 去得最远的地方 因为现在它已经去到 兜了月亮后面的位置 然后它会懂得回家 即是它是有载人能力的 现在我们等下一期了 这个任务结束之后 在未来的三年五年 再次扔人上去的时候 如果再用同一款的太空船 如果没有其他竞争者加入 它就会有机会将人类 带到远离地表最远的位置 后面的图 就是刚才你所说的 它初留我 我没有什么留意 但我看到一个字 Selfie 即是Orion 这个太空船自拍 但它自拍得来 其实它有些东西看 因为刚才你所说的 它在月球后面 兜了一本回来 其实这幅图是否那样 这幅图 它具体上在哪里拍我 我并不是很清楚 至少看到这幅图 它是一个太阳照到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是地球 它拍了地球 这是地球 这是月球 是 即是它兜了在月球后面 再拍这张Selfie 是 而且最有趣的 你看到它拍到月球 比地球更大 那它是离弯界的 不是 那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它已经身处在一个近 离地球很远 远到的地步 躲在月亮后面 然后它躲在月亮后面 它跟月亮距离近一点 跟地球距离远一点 它现在一次过拍摄自己 拍摄月亮 再拍摄地球 很壮观 告诉大家 我现在去到哪里 对 对 虽然我看上去好像卡上去 不是 看上去 但我没必要欺骗 不是 不需要欺骗你 我年纪大到第一次 在太空拍摄地球的照片 是 那时是很震撼的 这幅照片我都觉得是震撼的 它是致敬的 是致敬的 OK 美国人你这么威胁 即是说将来有类似一个飞船 的太空人在内 是 即是去到这个位置 这个应该是历史上人类最远 去太空最远的地方 是 但我想如果将来的任务 当然不会只有一个人 当初登月任务也有三个人 三个人的任务分配 你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有 一个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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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兜 另外那两个就是会上去的 最无印的是在上面 是 所以 如果只在这里兜 不下去的 往往是被忽略 再次下去插旗 建屋 最重要的是 第一个走下去的 是 但第一个走下去的 不知道会不会死 是 即使到今时今日 其实太空的旅行仍然有 相当高的变数 是 是 Artemis 搞成三次才起飞 是 是 所以 我们都要觉得 将来如果真的 有个太空人 或者一对太空人 在这里拍照 也是一个非常之 是 如果再过两个星期 手船安全地回来 要归功于那群 除错发言问题 整好那群人 是 是 除了美国之外 中国在登月计划上 亦相当积极 是 有一个很爆炸性的消息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 就是中国想在月球上 建立一个核子动力基地 这个可能性有多高呢 其实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有提 大家斗快 哪个建一间屋快一点 其实你如果这样建一间屋 就没意思 说得月球基地就是 它有一个可以维持生态的装置 你在地球上搭一间屋 就建了一间屋 建了个顶 然后关闭门 就行了 你不用担心屋外 和屋内的气压问题 你可能只是想保温问题 但在月亮上 你没有大气 所以你要建一个 完全密封 不漏气的装置 而你要使这个装置 可以成功地继续有效运行 你需要一個能源系統 一個循環系統 所以你蓋上去的東西 基本上就不只是蓋上房子 你的基地將會成為一個自主的太空倉 如果需要能源 你可以怎樣拿呢 太陽能收集板 但如果你要擔心太陽能收集板 會否有套後備的能源裝置 甚至乎你自己帶備一個 可以用很久的能源裝置上去 令到你的基地更持久 人人都會想到 就是用核能 一個純粹不需要有很強的反應堆 可能純粹帶一堆濃度較低的核材料 然後它就可以不停地發熱 幫你煲水發電的微型核裝置 你想想我們現在有多少東西 核潛艇 核子航空母艦 我想兩個動力都比你一月九 是 核基地 所以你能不能夠把這些東西 弄得有那麼就真 然後飛船可以幫你推上去 令你又可以很容易被太空人安裝在那裡 你在地球上裝一塊這樣的東西 要多少火器才行 但現在你希望可能三多人可以很輕易把這些東西安裝在月亮上 我想那個核子反應堆 可能好像我們的桌子那麼小 可以是的 然後你要找一個 你還要找一個陷探到適當的位置 去做這件事 然後不僅只有一個反應堆 還有其他建築材料 可能就是最後整個倉就放在那裡 你蓋好整個原件 直接把太空倉射在那裡 不用再到你搭棚搭城去蓋 但你要找一個對的地方 其實我會覺得 這個報道應該來自中國的財新網 我看到有提到 其實就向美國叫板 因為美國已經說了日程計劃 到2030年就完成這件事 他也說了十年內要完成 其實就是一個競賽 擺明就是中國要宣稱自己能夠 跟美國相約的時間 甚至是想快過美國的程序 是的 他當時的時間表是有停的 他就說中國計劃六年之內 在月球的基地建立一個有核能的裝置 亦是說我們的太空人 他就說中國的太空人 很可能就在十年之內去登月 是吧 但大家不要忘記 美國已經去過了 中國未去過 不是意思是未去過 意思是未有太空人登陸過月球 即是中國要人踩上去 中國要人踩上去 上去當然是插著旗 插著旗的就是中國領土 是的 不過這樣說 我個人意見 純粹個人意見 搞定地上的東西 比去火星或去月亮 有它的意義在這裡 但是我覺得 不需要去到一個就是為了競賽而競賽 因為其實說到最重要的就是 整個工程 你有沒有辦法安全保證 那些人上去才是最重要的 在這個過程中 你能夠整個系統工程做得好 然後成功 就比起你為了快 而去令到太空人冒險 就更加重要 所以我覺得最後 其實差一年半年 哪個先哪個後 就不要太在意 最重要是大家要安全地做完這件事 我覺得是有它的意義在這裡 最後一個問題想問你 就是中國現在太空站的技術 都很成熟 是 其實我們有沒有可能 將來做一個很大的太空站 在上面發射一些 直接去其他星球的太空船 你問我一定是做得到的 但問題就是這樣做 有沒有意義 因為你如果在太空站上 你要在太空站上發射一些東西 很可能那件東西本身 就是再穿梭其他地方的一個裝置 然後它需要在太空站上做補給 那補給是什麼 通常補給原料 於是你在地球上可以發射 帶很多原料上去 然後在上面組裝補給 令那件東西繼續去其他地方 那太空站成為一個油站的角色 其實這個在工程上一定做得到 但問題就是 你有哪個任務是需要用到這樣 有哪些東西你煞有介事 一定要在太空那裏做中轉站 再去做 而不是在地球上扔上去 一切成本效益的問題 即是技術上是OK的 技術上是OK的 只不過大家覺得 值不值得去做這件事 是的 好了這一節我們就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是嗎 你不許但已經 forgiven 你會不會寫首先 是較擔控的 也很低 Hell 我們猜本事